這是我們為當地購買的米粉 每一袋都有25公斤 我們的25公斤 基本上可以包 一家六口 也有一個月的保證 六個月的溫飽 它可以往那邊看 我們這次只有給 一米粉 我們同時也給了 有一個女神叫Yoshi 她就秘魯 那她是一位台灣人 但是她在烏干達做志工 她還在那邊服務已經七年了 因為她現在人就在烏干達當地 烏干達的網路收訊不是這麼好 所以她的那個畫面跟聲音 會有點lag 不是你電腦壞掉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oshi 我已經在烏干達七年了 從2014年到現在 我2014年來的時候 其實本來是有抱著要旅遊的心態 那在之前我去過 歐洲自助旅行 那我想說歐洲完之後 就到非洲 非洲到南美洲 就這樣子 想要在三十歲以前去完成 環遊世界這樣的一個夢想 然後我在想 如果去到非洲 一定要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就放了國際式公平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然後最後我發現好像很多人 如果說去到非洲國家 都是去到肯亞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拿人去肯亞 那我就不要去 大家去過的地方 去個很少人去的地方 就看到旁邊有一個 國家這樣烏干 大家聽起來就很恐怖 神旦 我想就是她了 他們一剛開始不太 當然不支持 因為那個時候工作還算挺穩定的 然後就突然間要出國了 而且又要去到非洲國家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其實不太理解 直到2015年去完四個月回來之後 我把我的想法 還有我接下來的人生計畫 跟我爸爸媽媽分享完之後 他們也覺得 這是上帝的旨意 因為我們家是基督徒 所以他們就覺得 就很放心 就讓我去了 我在烏干達七年了 我在這邊住院住過十次 我得過兩次聚集 一次傷害 四次食物中毒 我出國一次車禍 妳在那邊真的過得很艱苦耶 如果說艱苦的話 我其實覺得不會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來烏干達的話 我覺得這裡比台灣跑來很多 這裡的人非常的友善 這邊的大自然美景 這裡也真的都很美很漂亮 那空氣也當然就是比較好 這邊有非常棒的環境 也有很多的娛樂是不比台灣差的 但是當然因為醫療條件比較差 然後衛生物條件也比較差 生病就會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每次回台灣很多人都會過來 給我說一些鼓勵我的話 有很多人都會說就是你很勇敢啊 你很善良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我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勇敢 或是特別的善良 特別的大愛 我其實就跟很多人一樣 我自己也有很多我很害怕 我很恐懼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說勇敢的話 我會覺得說我勇敢是在於 我在2014年做出了那樣子的一個決定 就是踏出第一步去看這個世界 然後也因為我那個時候 勇敢的去踏出了這一步 去相信了自己 對我不覺得我有犧牲掉什麼樣的東西 像有些人會覺得 哇你花了七年的時間再來 你花了你這七年最美好的光明 你原本在台灣可以有更穩定的工作 那我其實過去七年是沒有拿薪水的 應該說過去六年 因為我一年開始拿薪水了 我反倒覺得就是我在剛開始跟我分享 我會覺得說這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只是在做一件我所相信的事情 所以犧牲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不成立了 我感覺像是找到第二生命的感覺一樣 好那就謝謝你今天來參加我的訪問 謝謝VC 掰掰 這是我們為當地做買的一名 每一代都有25公斤 我們的25公斤 基本上可以幫助 提加6口 我們也有一個月的保安 這個溫寶 他可以往那邊看 我們不是只有給一名 所以我們都是也給了 多多的 那這樣子一代的話 記得上10公斤 可以讓一家吃兩個月的時間 OK 那他扣子呢 基本上就會長得像那個樣子 這是我們當地最常吃的一道菜 這叫Abi Giang Giallo 當地的人沒有辦法去支付買肉類的食品 所以這個的話 大豆他可以提供很豐富的蛋白質 他可以替代肉類的食品 是一個營業的逢專家 我們措利感Show 我們幫忙很多很多 我們 curse 謝謝 我們金斯文 所以我們連 않아 19 Desya 他們在 Ira 拿一些兒女的 我們對手 to receive this donation Beans and Poshu and this will be very good for our money since they are all less privilege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也希望這個影片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那邊是什麼樣的環境 我覺得他的心態是我很敬佩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只是很熱愛做這件事情 那我很享受我正在做的事情 他也是非常謙虛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可以 соответ隨thon個名為 大家接 anytime 有一 Zero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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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